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开心 因为刚听说已经排到五楼去了 那这是我们进宫的第二个学校 希望可以慢慢慢慢集气到我们开播那一天 非常谢谢今天文化大学的同学 对 非常开心 我觉得不只是少男或少女 像我这种伴熟男都还蛮喜欢彩节的 没有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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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彩节是很棒 可是虽然想动人没来 可是他的床好像非常高 就是你们大女工夫会不会有点小事 也不会啦 因为那个真的是算 就是国民英雄的蛮重头戏的 然后对啊他今天没有一起来我们四件课 就是有一点可惜 那对 可是志愿是不觉得自己也可以挑战一下 挑战什么 重新的部分 嗯 有没有需要导演之后帮你干嘛 我是有建议啦 有建议 强烈的建议 但导演好像从左边听进去右边又听进去 他有嫌我皮肤太白 如果我再晒黑一点的话 他可能可以让我裸一下 所以会考虑去晒黑吗 嗯会吧 那有特别想跟谁演吗 哇这问题 有没有想跟谁演吗 嗯 我觉得我还不是可以到挑人的时候 嗯 对我希望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动报名 哈哈哈哈 才觉得这次演过的狗仔角色 角色跟以往很不一样 像那个眼神也都变得非常锐利 就是就自己也觉得还蛮喜欢 就是非常有挑战的角色 对我自己真的还蛮喜欢 因为之前演过的角色就 呃 比较就是正常的女孩子 然后这一次的角色就是 就是不管是从他的生活背景 然后包括他在进行的这个职业 还有他展现出来的个性 都还蛮强烈的 所以我自己也还蛮期待 就是到时候正式的播出 可是像他讲话的风格 就会有比如说干什么 好像不是平常彩杰会讲的话 会不会自己在演说有点不适应 或是旁边会吓到 想说那个彩杰能变得凶 诶对我有自动在剧本后面 都自动删除了 就是仅有的几句 对 那会不会平常跟朋友 就是因为入戏开生 就不然就是也是讲几句 这种比较可能 比较自己不会讲的话 哦有因为我在片场 就是我在这个戏里面 穿的都是很中性的衣服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在片场 就有一点两个人在比 看谁比较man 就是可能讲却不是什么 就是 就没有很女孩子 就是可能从一些肢体上面 去慢慢的适应 然后就像上一次在那个 另外的学校播放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幕出来 就是带着墨镜 就有后面女同学就会一直说 哇好帅 然后我就想说 我是拍完这部戏 就要交一个女朋友 对 那台下半场 他这次是演主播的角色 会不会有点紧张 紧张 一定会紧张的 但是我觉得期待大于紧张 因为其实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当个主播 对但是后来去新闻台工作了一个月 就落跑了 对 所以这 压力太大了 就觉得可能那个环境对我来讲 太感了 对 然后压力太大了 对 我还是比较喜欢悠闲一点做事 对 那因为他是讲那些我们的故事 那就是会有些像你刚才小宗跟记者在 对 就跟防卫在对方 那有时候会不会被记者问到一些 比较稀理的问题 其实内心就很想直接回他们 但是都要惹下 有没有那种经验 很想像他们 其实就是小对骂这样子 直接回喔 嗯 其实比较多时候是会 内心就是很澎湃 可是表情要hold住 就是会有点颜面失调 那 就是这 我觉得这部分真的还蛮 蛮需要适应的 对 就像刚刚问我说想要选谁 其实内心有很多的选项 就诺人讲错了 你可以诚实的 稍微大声说 诚 诚 我真的不行 好 好